玩过红警的小伙伴一定对自爆卡车印象非常深刻 这种拿着卡车干兼职的事本以为只有游戏里才会出现 或者中东地区那些炸弹狂人拿着汽车魔改汽车炸弹才干得出来 谁知道美国高层最近可能专情红警 让运输机干起了这项兼职买卖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炸弹飞机 不过美国这么搞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们最新研发的快速龙项目彻底将运输机变成了战略轰炸机 其首次试射效果惊人 那么快速龙项目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能让运输机成为战略轰炸机呢 快速龙实际上是美国最新研发的一种新型托盘式炸弹 快速龙计划从结构上来看并不复杂 他说白了就是一种托盘化武器 美国把精确制导导弹 空对地导弹等防区外武器 捆扎在模块化滚装托盘上 或者装入专门设计的模块化部署箱中 这种部署箱采用开放式金属框架结构 可展开以释放导弹 同俗点来说 托盘化武器就像是二战时期的极数手榴弹一样 这个原理听起来确实非常简单 并且在实战操作中也不难 需要作战的时候 美国空军力勤把托盘化武器装载运输机货舱 到达指定空域后 机组人员将在通讯系统接收的目标数据 传输给托盘化武器系统的每枚导弹 随后打开运输机尾门 就可以投放托盘化武器 由于这玩意儿加装了降落伞 本来飘着就很慢了 武器有充足的时间从空中发射出去 根据刚刚传输的目标数据 导弹直接就飞向预定坐标 当然万一机组人员打瞌睡了 把位置坐标输错了一位数 也可以由F35战斗机架使员通过卫星数据通信链 将目标数据再次传输给导弹 就可以重新获取新目标坐标 完成打击 这一套操作下来 听起来感觉有点牛逼啊 不过火力军却是越听越奇怪 这玩意儿咋这么熟悉呢 我总感觉在哪见到过 杀死了上千亿脑细胞后 火力军发现美国人这是在跟我们玩套路啊 这不是新瓶装旧旧吗 越南战争期间 美国就通过C-130运输机及其衍生飞机 投放过BLU-82B除菊碱 巨型燃料空气炸弹 运输机投放炸弹 这两项要求都满足了 托盘化武器不就是美国越战时期玩剩下的吗 如果火力军没记错的话 当年美国玩这一套的时候 几乎和托盘式武器没任何区别 BLU-82B除菊碱巨型燃料空气炸弹 从C-130运输机上投放下来的时候 也是通过降落伞减速 直接打击越南目标物 在越南战场上 美国至少投放了20多次 摧毁了大量越南高价值目标 到了海湾战争期间 美国故技重施 五次在夜间使用BLU-82B除菊碱巨型燃料空气炸弹 利用MC-130P特种战飞机空头 不过这次美国还是心软了一下 没找伊拉克高价值目标 主要还是清空清空雷场 这些案例摆在眼前 这就不禁让人怀疑了 美国本来就是玩运输机炸弹的鼻祖 快速龙项目 这不就是在坑美国国会的钱吗 拿大钱办以前干过的事 美国如此精打细算 也能干出来这种事 首先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美国如今的快速龙计划听起来很有趣 实际上却算不得创新 不过有这样一种猜测 美国是不是要把上世纪70年代的武库机猜想 重新从垃圾堆里捡出来再搞一搞 当年美国构思武库机的时候 就是要将所有的大型轰炸机 运输机 甚至民用航天飞机都拿过来 给他们魔改一下 内部直接装满炸弹 什么空空导弹 巡航导弹 大型或小型炸弹 全都给我装进去 就是整火力覆盖 我就是轰 也要轰死你 依靠美国空军这一猜想 本来美国是想选B-EA来进行魔改的 不过 很快波音公司表示不服 老子这么大体量的民航机 你有这么好的猜想 居然不带我玩 于是计划将自家的波音747客机 挂在72发 空射巡航导弹 让747彻底成为巡航导弹轰炸机 不过 最终这个计划突然流产 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到了21世纪 美国突然一想 我这武库机的想法都过了30年了 总要弄点实在的东西出来吧 要不然老脸实在挂不住 于是再次和波音联手 准备给B-EB轰炸机 魔改一下 整成空战专用版 挂在100发 ANM-120D 远程空空倒带 这不是直接无敌吗 我这空战巨无霸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不过 这种想法最终还是流产了 武库机的想法过于科幻 至少美国在当时来说是搞不出来的 然而这次 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推出的快速龙计划 或许是将这种不现实变为了现实 因为无论是从雏形还是计划需求 武库机和快速龙项目不谋而合 根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的测试来看 托盘化武器当时同时装载了两款巡航导弹 一款是AGM-158 增程型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甲斯姆 另一款是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拉斯姆 这两款导弹的寓意不言而喻 正是美国要测试快速龙炸弹 除了对空作战以外 海陆作战当中会出现什么弊端和问题 但是从实验的效果中 美国对这次测试非常满意 并且这款武器从实际意义上来说 完全能让运输机达到武库机的水准 要知道托盘化是按照模块化进行设计 按照美国现役的C-17C-130运输机的运力来算 每个运输机携带8件部署箱 每件部署箱携带4枚AGM-158 这就等于是携带了32枚导弹 那么一架飞机在全额再满托盘化武器 其数量已经超B-EB轰炸机所携带的24枚 那么运输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已经从运输功能彻底转面为战略轰炸功能 按照美国目前C-17C-130运输机的数量上来说 一共540多架 在战时美国一股脑给你改装个500架 这种临时轰炸机的战斗力是根本无法预测的 更重要的是 如果按照以往的武库系设计 或者说美国按照以往运输机投放炸弹的经验和思路 不管你怎么改装 都需要对战机重新进行改进和设计 毕竟你要能让战机符合功能要求 不能投带你说改装运输机成轰炸机有什么意思 这等于是重新打乱了战机本来的作用 这对于战争时期来说 当战况达到了白热化状态 这种适当的改装是可以接受的 反正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战争 再怎么魔改也不会心疼 不过等到仗打完了 这些魔改过后的运输机就基本丧失了应有功能 再想要改回来 那就太花费时间和金钱了 此时的运输机就很尴尬了 被改的似不像 既不是运输机也不是轰炸机 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托盘化武器模块设计 基本不会对运输机进行过多复杂的改装 只需要携带一些电子设备 为导带设定相关参数即可 这就让运输机彻底变为两用战机 火力军在这大胆猜测 如果美国托盘化武器可以投入部队使用 美国的火力会夸张到什么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轰炸机多次冲入日本领空轰炸日本 当时采用的是凝固汽油弹 几乎让东京陷入一片火海 此时的美国虽然轰炸机轰炸密度很大 但如果快速龙魔改运输机也能参与其中 日本当时至少不止东京深陷火海 至少还要多加一到两个大城市遭受轰炸 参与托盘化武器设计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曾指出 托盘化武器一旦研发成功并进入到美军服役 那么在战时将会让美军所有大型战机 其中包括运输机民用航空飞机都可以转为武库级 这将大大增加美国的战时能力 美军的轰炸能力将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除了提高了轰炸能力外 快速龙项目的消费比非常高 对于轰炸机而言运输机和民航飞机的维护成本更低 这就在不经意间省下了非常多的军费 这也让美国空军对托盘化武器的需求非常高 从目前美军空军的装备配比上来看 美国空军实际上也非常尴尬 配备的轰炸机B-52虽然还够用 但也是连颇老矣 结构老坏非常严重 想要四平八稳的投放点导弹还行 想执行未来的甩头核弹任务 恐怕是要丢给B-2A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身上了 不过美国极可能因B-2A的隐身机密信息问题 不太想让这件武器出现在大众视野 毕竟当初自己显摆F-117隐身战机 最终落个为人击落 技术泄漏而惨遭陪恋的下场 所以隐形轰炸机能不动就不动 B-52又老了 美国在轰炸机上的选择显得有些许尴尬 但是托盘化武器研发成功 美国将在战机上的选择非常多 常规武器当中完全不需要依靠B-52执行过多复杂的任务 另外这些运输机民航机改装的轰炸机 还能配合B-52去执行各类任务 这让美国的选择性更多 各项任务的执行配合设计都将更加丰富 这会让其他国家在短时间内始料未及的 毕竟你看天空上出现个B-52轰炸机 傻子都知道赶紧跑 它飞到你头顶能干啥 那除了为你吃导弹 就是为你吃炸药了 不过当C港130运输机到你头上 还真不一定会跑 说不准你还以为美军把你当友军了 给你投放点战略物资下来 这种差异性判断是会一定存在的 当托盘化武器全面投入到空军使用后 按照美军的一贯统一标准的风格 美军大量武器都会和托盘化武器尺寸契合 例如美国超过4900枚的AGM-158 以及其他型号下的巡航导弹 巡飞弹 滑翔炸弹等等 总共超过2万件武器 都可以在快速龙系统中使用 一旦美国被卷入到战争当中 在短期内可以快速为美军输送火力支援 美军火力将会大大提高 不过美军也需要注意到一个问题 托盘化武器虽然听起来很不错 并且非常符合目前美军的需求 但是它也有非常严重的弊端 那就是速度慢 隐身性能差 我们反观托盘化武器要装载的机体 C17 C130以及可能的民航飞机 全部不具备隐身性能 同时飞行速度非常慢 虽然托盘化武器可以具备远程头戴 然后开溜的能力 但是这角力你是实在跟不上 按照美军目前的运输机时速来看 C130巡航时速620公里每小时 C17巡航时速648千米每小时 这种速度和敌军的战斗机比角力 那真的是乌龟和兔子赛跑 只要对方飞行员不是傻子 打掉你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运输机用来轰炸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另外快速龙系统虽然在短时间内 可以快速增加美军火力 但是也占用了许多运输机资源 这些都是美军需要解决的问题 火力军认为美军空军想要动用这款武器 首先要保证绝对的制空权 这一点火力军相信美军做的绝对不会很差 其次美军在尽可能保证运输机数量的同时 是否可以和747的民航合作 在未来民航飞机上做些手脚 以备未来战争需求 当以上问题被解决后 快速龙托盘化武器一定会是美军很强大的一款支援类火力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快速龙托盘化武器会对美国空军造成什么影响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